在浩瀚的宇宙中存在着一种令人敬畏的现象 它不仅展示了自然界的残酷力量 也揭示了宇宙中最神秘天体之一 黑洞的惊人能力 这就是潮汐瓦解事件 也就是当一个恒星在过于靠近黑洞时 被其强大的引力撕裂的瞬间 这一过程不仅令人惊叹 也是天文学家研究黑洞特性的重要途径 当一颗不幸的恒星游荡至黑洞的引力影响范围 一场宇宙级的悲剧便悄然上演 黑洞的引力如此之强 以至于它能够对恒星施加极端的潮汐力 这种力量在恒星的一侧和另一侧产生巨大的差异 导致恒星在水平方向被挤压 而在垂直方向被拉伸 这一过程被形象地称为意大利面化 它将恒星撕扯成细长的条带 仿佛宇宙中的面条 尽管这一过程看似毁灭性 但并非所有物质都会被黑洞吞噬 部分物质在潮汐力的作用下被抛射到宇宙空间 而另一部分则围绕黑洞旋转 形成一个扁平的气体云及吸机盘 这个吸机盘不仅为中央黑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 而且最初撕碎恒星的潮汐力 也会导致巨大的摩擦力 加热这片气体尘埃盘 使其发出耀眼的光芒 成为宇宙中的一盏明灯 超大质量黑洞的旋转 不仅影响着它们自身的特性 还对周围的时空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现象被称为莱因斯蒂灵效应 也被称作框架拖液 它意味着在旋转的超大质量黑洞边缘 没有任何物体能够保持静止 想象一个巨大的旋转的游泳池 泳池中的水因为旋转而产生漩涡 如果在这个旋转的泳池中放入一个塑料球 即使开始时塑料球并不在漩涡的中心 它也会逐渐被拖向漩涡的中心 最终沿着漩涡的边缘旋转 这就像一个旋转的黑洞 它周围的时空被拖拽着旋转 任何进入这个区域的物体 都会被这种拖拽力影响 这种效应还会在新形成的黑洞吸机盘中 产生短暂的摇晃 这是黑洞旋转的直接证据 现在一组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 D.Rosh DJ Pashen领导的研究团队 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 来确定中心黑洞的旋转速度 他们发现通过观察吸机盘的摇晃 可以揭示黑洞的旋转特性 Pashen解释说 框架拖叶效应存在于所有旋转黑洞周围 因此如果破坏恒星的黑洞正在旋转 那么在潮汐瓦解事件后 流向黑洞的恒星残骸 就会受到这一效应的影响 为了研究潮汐瓦解事件和框架拖叶现象 该团队花费了五年时间 寻找那些明亮且相对较劲的 由黑洞引发的恒星谋杀案例 他们的目标是观察 由莱因斯蒂林效应引起的吸机盘 净动迹象 2020年2月 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团队成功探测到了AT2020 OCN 这是来自约10亿光年外星系的一束明亮闪光 AT2020 OCN 最初是由滋危机顺变设施 在光学光波段发现的 可见光数据显示 这种辐射源于涉及太阳质量 100万至1000万倍的超大质量黑洞的潮汐瓦解事件 Pashen解释说 由于莱因斯蒂林效应 新形成的 炙热吸机盘 发出的X射线会发生静动或摇晃 这在数据中表现为X射线的调制 然而 一段时间后 当吸机能量下降时 重力迫使吸机盘与黑洞对齐 之后摇晃和X射线调制就会停止 这表明 观测必须迅速且持续 以捕捉到这一短暂现象 Pashen和他的同事们 怀疑引发了AT2020 OCN的潮汐瓦解事件 是追踪莱因斯蒂林静动的理想案例 他们意识到 这种摇晃仅在吸机盘形成初期出现 因此 他们必须迅速行动 Pashen说 关键是要有正确的观测 唯一的办法就是 一旦潮汐瓦解事件发生 你需要立即用望远镜持续观察 这个对象很长时间 这样你就可以探测 从几分钟到几个月的各种时间尺度 这项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关于黑洞行为的新见解 而且也可能对理解宇宙的结构和演化 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对这些宇宙巨拨的进一步研究 我们或许能够揭开 更多关于宇宙的神秘面纱 这项研究不仅展示了科学的力量 也激发了我们对宇宙探索的热情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这些宇宙中的神秘现象 并利用这些知识 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没关系 感谢观看